就是自己特难受的时候和他在一起 完全没有不孝的时候 然后小宇就是新特戏 那他们两个谁分数高一点 那我就不说了 没事 你告诉我就可以了 其实都特别好 真的 有这么两个男生六年以来这么对你 你做何感受啊 因为我们认识的时间太长了 十多年了 就是有记忆开始就有他们 然后我说我有男朋友 这件事就没再提过 就是刚刚我才知道到现在还喜欢我 你们俩当他在向你们诉苦 说自己跟前男友闹矛盾的时候 你们俩在安慰他的时候 内心做何感想 小宇先回答 我这样让他开心 快乐 他难受了 不管是我难不难受 首先一点 他得比我开心 他得比我快乐 他得比我幸福 不管跟谁在一起 他比我幸福 这是一定的 小宇呢 我永远在你身后 想哭的时候就回来 你们俩先帮他把眼泪擦干了吧 还要轮到我动手吗 你擦那只眼 这事有点难办 我们说爱情是友谊的终结者 友谊是爱情的前奏 友谊能够转变成爱情 爱情是绝对不可能转变成友谊的 其实我不太相信 当小静选择了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 另外一个还可以和他做纯洁的男女朋友的友谊 我觉得今天其实你们的关系已经很明朗了 在我看来你们最好的关系就是 现在这种好朋友的关系 表白成不成功已经无所谓 就相信你们的心和小时候一样 一直延续下去就够了 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从这个女孩上来过以后 我觉得小智她的种种表情 我一直一直在观察她 她的表情特别特别的真实 就是当这个女孩说到她开心 或者以前不开心的事 她的那种难过 她的那种伤心 和旁边有一个人在跟她抢这个女孩的时候 她的那种酸楚 是我从旁边那男孩小雨她的脸上没有看到的 她真的很真实 你想帮她拉票是吗 对 我希望如果这女孩能同意的话 我希望同意的这个人是小智 谢谢 说句实在话 跟他们俩相处的过程当中 难道就没有一丁点的男女喜欢之行吗 其实也有 但是可能也是自己一直在逃避吧 这就好办 是跟谁啊 是Z打头的还是Y打头的呀 看自己想干什么 如果特想玩的话 我肯定会找她 然后她呢 要是特难受的时候 或者特想找人说话的时候 我肯定找她 哦 她是玩伴 那是心灵鸡汤是吧 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和我的爸爸妈妈就特别特别好 我还是试交 就反正更复杂了 更复杂了 挺好的 然后就真的没往这方面想过 就是玩得特别特别好 特别聊得来 在一起 十五年了吧 如果 小晋一个也不选 那我就希望这种关系以后不要再发生变化 就一直这么下去 不我 我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可以的话 你还是考虑一下小雨 我觉得像她这种不善言辞的人 她是一个语言上的矮子 但是很可能是一个行动上的巨人 我想她会在今后的日子里 给你一个最好的保护 这样的男人真的很难得 不不不不 是难得 这两个男人都难得 但是这两个男人都适合做你的朋友 因为你之前从来没有选择过他们 但是你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喜欢你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俩就没有成为你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认为你们三个这样的友情 应该天荒地老 继续下去 说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两个男生如果关系很好的话 最好还是像一首诗中所说的 天涯何处无芳草 要找别在身边找 本来资源就不多 这是你写的吧 影响兄弟更不好 如果小静虎没有选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如果他将来又有了男朋友 我希望你们之间不要走得太近 不要像刚才那样手挽手擦眼泪 因为那对他的男朋友来说是不尊重 因为扪心自问 你们任何一个人成为了他男朋友 你都不希望他和另外一个男性走得太近 每个人要做好自己角色的本分 朋友只是在精神上互相安慰 却不可有太多的精进 男朋友就是男朋友 这是没有办法的 一定要做清楚 好不好 接下来是小智和小雨的告白事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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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